介绍来看见各位市的消息 各位市政府27号旗行新任 帝政事务所主任孙玉神报答电力 由府市长大陆社会代表市长 王兵区主持报答感染技术 除了机派市府帝政署处长 业家破感染之外 众多市议员和大陆委 以及市府各位主管医会管理 帝政事务所设任主任王秋文 一月16号退休 由美苏王正和代理国很早 你练习和新任主任报答电力 在帝政事务所信大电影 并由新任主任孙玉神与生丹林 该市府市长大陆社会表示 新任主任孙玉神 被业家的大学管理学研究所 为上基层的课案做起 丹林帝政事务课案 帝政署帝政科院 官公新闻署新闻行政科党典进入 专业各间力丰富 相信帝政事务所在孙玉神 主任的专业一项 可以进一步 共和帝政业务的提供 当初我们王主任 在今年其实1月16日 已经办理退休 王主任在任的期间 带领着同仁 为我们本市市民的不动产财产的保障工作 以及为人民服务的事务呢 进行非常顺利 尽忠尽责 辛苦多年的公务生涯 你在报答当内上 有这位贵宾预会馆内 新闻主任孙玉神的父母 不但也亲自告知 专业 令主任王主任也告知 就好 你第一次无所谓的吉祥物Q号 也在现场就好 专门文兴劳力 三十五条面前 去彩虹 不得 2022夏制艺术节 串联四线式共同策划 以音乐游记为核心 规划八大主题 总共60场高品质演出 最精彩的开幕 就在嘉义市文化广场 管乐与人文的融合 是社区表演艺术团队的典范 创造出嘉义市管乐城市 人文之度的光荣前景 透过音乐勾勒 俯成数百年的人文风景 传递台南土地的芬芬 专与感动 传统创新多元的演出风格 运用不同的打击乐器 呈现云林人艺术与创意的大结合 乐团加上热闹的非洲鼓与舞蹈 贴近台湾的演出方式 展现嘉义县西班子 对创作一贯的执着与热爱 2022夏制艺术节 音乐游记 我们不见不散